皇家商业银行尔湾分行在省师飞舞 锣鼓齐鸣彩炮真振声中盛大开幕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院议长Anthony Rendon 加州众议员陈立德 Cody Patrick Norris 尔湾市市长Donald Wagner 尔湾市市议员Farah Khan 塔斯丁市市长Truck Packett 前加州财务长江俊辉等 美国民选官员及桃园市长郑文灿出席剪彩典礼 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陈立德 向皇家商业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田一红颁发贺壮 来看报道 2008年 皇家商业银行因应金融风暴而在洛杉矶成立 旨在向民众企业提供更多服务 因而定性为社区银行 银行成立以来迅速发展 分行扩至南加州 内华达州 及纽纽约 目前在加州有14间分行 纽约有9间分行 并被ISP评比为10亿到100亿资产最佳社区银行第三名 2017年皇家商业金控于纳斯达克上市后 提升至第二名 金融事业尤其是银行 这个行业是一个不进责退的行业 所以对于金融事业来讲 所以必须是能够服务越多广大的群众 是一个越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从11年前开始 希望能够服务我们所有社区的民众 当然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 我们的重点当然也是希望是能够对我们海外来的 第一代的华人的移民 能够提供我们更好的服务 那至少我们有相同的文化背景 我们讲相同的语言 我们的员工包括我本身 可以讲很多种不同的方言 更加能够了解我们同胞的金融方面的需要 为感谢新老客户关爱与支持 新住而弯分行开业 县正推出优励定存服务 最高年利率达2.45% 美国城市卫视 而弯报导